TVB市地郭靖安事后杨怡9月9日下午在香港全湾为主演的新剧《再创世纪》做宣传 提到《再创世纪》当晚已经要在内地的平台播放大结局 但香港第二晚才首播 郭靖安和杨怡则称不会担心收视率 直言好的戏会吸引到更多的观众来看 另外据悉有一场跳舞的戏 郭靖安和杨怡是在拍摄时即兴添加进去的 话说当时的环境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觉得我补充一点点就是 哇好热闹啊 我觉得我们刚才安哥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把我们戏外的那种轻松带到戏里面 因为我们想把我们的角色 剃造成一个很不同的反拍 哇好烫啊 所以呢我跟他那一场跳舞那个戏 我们本来就是一直在轻轻松松玩的状态之下去推稿 然后对着对着安哥就说 哎我们等一下那个演法可以把这个加入其中 跳舞 跳舞加入其中 把我们的情绪推到一个高点 对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把他把这个提议加进去呢 可以带出一个商场上的一个 一个人的那种狂啊 那种疯狂的情绪带出来 他可以有很阴沉的一面 但是当遇到开心的事的时候呢 他可以忽然间很狂 另外香港日前有杂志报导指罗仲谦为奖励老婆杨仪希望他快点生孩子打算买个房子送给对方 而报导还说夫妻俩为了努力造人一个在辛苦健身保持体力而杨仪就借酒保养身体 看来很快就可以听到他们的好消息了 我送他一层楼 我亲戚 我老公啊 他说要送我一层楼 你老公啊 我因为我没有收到那个楼 所以我也是在看杂志才看到他原来他送了我楼 我回去要问一下他送去哪里了 某方全美香港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半年度阿们